他還沒有發生過一個個案了 他個案上檢察官才會去判斷 就是還沒發生現在還在搜銀牙湯啦 就是正在進行才要特別注意 藍白政黨協商之際 中選會法務部道立院報告選務情形 立委質疑科猴喬來喬去 是否涉及不當分配利益 具體的個案上前提就是說 如同剛剛會選案件一樣 所謂的搜銀牙湯的行為人 他是不是主觀上他是犯罪的意識 來做這個行為 他的行為必須要不正利益 用不正利益要求對方 放去一定的競選 或唯一定的競選的活動 戳湯元法務部說還要認定 根據選罷法 拒選舉資格者不得有不當利益分配 及勸退對手的生意阿燈行為 但剛通過連署或90萬名義背書的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若郭霞配不登記 是否也有相同疑慮 在野整合得小心 進入戳湯元雷達警示區 玄武錦丁還有受刑人投票權益 桃園一名零星受刑人應不滿監索內沒有設置投票所提出行政訴訟 桃園市選委會對此提出抗告認為不可能特別為受刑人開設投票所 目前全國各有10名受刑人提出抗告 但光是要設在介護區內外問題要先面臨 還要跨單位協調才能認定 TV7的劉沈楊佩玉台北昌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